严承煦恋情终于曝光,女友的来头不想,难怪连林志玲都看不上,作者,观观,图片来自网络。 我们都知道严承煦是曾经以沐上很多少女喜爱的偶尖之小生,除了这个身份之外,当时她和另一位当时更受关注的女性临织临关系,也是人们讨论的焦点,因为她们之间的恋情实在是一波三折,两人谈恋爱总共谈了16年,但最终还是没能修成正果,让人感到非常遗憾。 其实当时刚开始爆出这段恋情的时候只是一些小道新闻爆出,而当时两人作为事业还是上升期的时候,而且恋情也只是刚开始而已,所以两人都没有承担这段感情。 而且林志玲的妈妈当时也公开表示并不满意,严承煦当自己女儿的男友,因为严承煦当时名气比林志玲低,林志玲父母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,只是父亲在经商而已。 但之后由于林志玲父亲经商失败,欠了一道笔债,林志玲不得不帮父亲还钱,而在这个时候,她的母亲也张罗着,帮她介绍有钱的商人富豪,一心想把自己女儿嫁到有钱人家去。 但是林志玲母亲介绍的对象除了钱之外完全不靠谱,完全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当商品介绍给这些富豪。 最后林志玲母亲的做法连有些媒体都看不过去,最后甚至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林母的做法,在林母的长期压力下,林志玲和严承煦恋情,也在一波三折后腰折了。 不过现在,严承煦又被爆出有些女友了,去日,本的一位模特,很年轻漂亮,身材很好,甚至有点当年林志玲味道,不过很多人还是为林志玲遗憾,一段真爱就这么消失了。